三 二 一 预祝我们的最基隆年终演唱会 顺利圆满成功 艺人安心雅跟基隆市长谢国良 文化局长江廷梅 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市府发言于志明 一起为基隆年终演唱会进行宣传 市长谢国良也正式宣布 将邀请全方位发展的艺人安心雅 担任基隆的城市代言人 那我们选定的2024年我们的城市代言人是安心雅小姐 其实这是一个专业的评选跟专业的判断跟选定 因为我们有注意到安心雅这几年来 他可以说是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打拼 而且他也转型做全方位的艺人 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过去来东西很好吃 山海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们 我自己认为啦 我们的观光的内容的活动 还有待提升 所以最近增加了非常多的内容 那我们未来的教育的发展 就业的发展等等 一定要 也是要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的城市 所以我想在这边非常的荣幸也能够请到他 未来替跟我们的城市代言 提升我们城市的形象 尤其是促进我们城市的观光发展旅游 就是工作有压力的时候 我都会自己开车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开车到霸斗子 然后在那边吹吹那个海港的风 看看一些船 然后拜拜 对 拜拜完之后再绕到基隆庙口去吃小吃 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天的工作的那个压力啊 辛苦都就是释放掉了 对 就是基隆是温暖我的一个地方 真的很棒 还有什么地方是欣雅最爱的部分 就是美食 就是这个对不对 一到基隆就不能不去吃 可是我自己吃的是阿华炒面 这个在地人跟外地人都很爱吃 太爱了 然后还有庙口中间的卤肉饭加蛋 还有它的油豆腐 然后还有冬天我最喜欢吃那个竹笋排骨汤 哇 你好专业喔 很好喝 很好喝对不对 超好喝 真的 你可以这个智产在基隆了好不好 不是 他是可以值得你 开车从台北开到基隆 就是40分钟值得的食物 是 非常值得 由于这次演唱会很夯 为了让更多民众能一起参与 基隆年终演唱会将在国门广场 加开第二现场 在漫游者基地的弧形LED电视墙 进行全程转播 市长也透露 当天晚上将邀请基隆城市代言人安心雅 到国门广场与民众互动 这个我也特别拜托他 在那天的表演结束后 他能够到我们的第二现场 就是我们的国门广场 来跟这个歌名朋友 来做一些互动 所以在这边也特别谢谢他 愿意拨控在演唱会后 还跑了这么一趟到国门广场来 而针对演唱会的500张公益票 如何购买 还有声帐票如何索取 市府在滚动修正后也进行说明 那首先是考量到有心人士 有可能会透过这个假传 汇款的资讯来行诈骗的这个情势 我们呢决定要把公益票的 这个索取方式改为在12月11日 也就是在下礼拜一的时候 在市府办公期间 我们会在市府一楼的这个柜台 服务台这边 开一个专门的一个窗口 那会由呢 这个我们市府同源 还有伊甸基金会的同源 来配合大家来进行锁票的一个动作 那一样一张票呢 请大家就是捐款1200元的这个公益票 那一样是500张票发完为止 那是公益票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市民朋友相当的关心 我们声帐的这个票 声帐票的部分 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也是同步在明天早上 7号上午11点钟的时候 我们会在魅力基金的脸书 来同步开放我们的云端表单 那请呢这个 呃我们的有需要的肾脏朋友 可以在上面去做一个填写 那经过社会处的一个查证确实之后呢 我们呢会寄一个报名成功的信函 提供给您 那呢您在当天的时候 就到我们的服务柜台窗口 我们会由专人呢来配合您 把您呢就是服务到我们的这个 独立声帐座位区的部分 那这张票呢它是一组是两张 就是我们的声帐朋友以及陪同人 总共是两张 那总共只有十组的部分 基隆年终演唱会 12月23号星期六晚上六点半 将在基隆势力体育馆盛大登场 七组超强卡斯阵容 也持续引起民众的讨论和关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